康夕風 廖宇无珠 康夕風 廖宇無珠 康夕風 廖宇無珠 大家好 我是庹夕風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主題是 廖宇無珠 那我要先從 我如何接觸台灣傳統信仰開始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是非常傳統的民間信仰 有拜觀音 也有拜一些我們常見的神職 那希望大家不管 因為長輩的宗教傳承下來也好 不管你今天信仰是什麼宗教 都希望可以認真聽這場分享 因為你在台灣 你有可能會經過一些廟宇 那你有可能會遇到廟會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聽完這場演講之後 聽完這場分享之後 以欣賞的角度去看待台灣的文化 那我們到一間廟 我們要先簡單的分辨 那是一廟還是兩廟 兩廟通常是正神 然後有玉皇大帝私奉 他可以合法的在民間辦事 那一廟則是一些孤魂野鬼聚集而成 那我們可以從公民簡單的分辨 像是如果結尾是以公結尾的話 那代表他通常是一間受正神私奉的大廟 那如果是以詞或堂結尾 那可能是陰廟 但是不能完全這樣分辨 我們盡量如果分辨陰廟 以前面兩個字萬善堂 或是萬善詞 或是一些有應公詞來分辨 那這是我們的慈善宮 它上面就有一塊寫著慈善宮 那我們從廟遠遠的就可以看到這些廟的廟了 再來我們除了從公民來分辨 我們也可以用主神來分辨 從遠處往內看 中間最大尊 南一尊 正間神尊 就是這些廟的主神了 那我們常見從福州和泉州來的信仰 有媽祖 廣澤宗王 土地公 財神爺 這些都是大家常見的一些神族 那有一些 大家常常誤會他們是陰神 像是城隍爺 地藏王菩薩 他們其實也是正神 只是他們管轄的範圍是屬於陰間 那他們同時也在人間護肉著大家 那再來 陰神的話 有萬善爺 或是一些有應公 他們是以當初蟹鬥 然後 戰死的一些孤魂爺鬼聚集而成 那地方的居民將他們 合在一起奉仕 希望他們可以保佑鄉里的平安 再來我們除了從主神分辨 我們在進廟前 簡單的看一下麥里外觀 就可以知道 這間廟是一間陰廟 還是一間陽廟 通常陽廟非常大間 然後也有一些華麗的裝飾 然後也設有門神護法 來護佑這間廟 不會被外領入侵 那陰廟通常不會有這些東西 而且會進的比較狹小陰暗 不會讓陽光照露 再來我們更專業一點 更專業一點可以從 這間廟有沒有一點 鬱子來分辨 那鬱子就是玉皇大帝所頒發 讓這個主神可以在我們民間 或是到天上來執行一些公務 那有些廟領的是無形紙 有些是有形 所以 有些廟其實也領有鬱子 只是我們沒有看到而已 那台灣最常見的王爺信仰 有些會領有一個紙 它上面會寫著戴天選手 這代表著王爺能夠 合法得到我們民間幫助大家 然後來巡查這個世界 再來旁邊那張圖是浮港街的萬聖堂 萬聖堂的白方就見不到這種 玉子或是一些戴天選手的排位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可以從門神護法來分辨 一般的大廟因為它是有正式神格為正神 它都有自己專屬的護法神來護持這些廟宇 那因為一廟他們的神格可能沒有到那麼高 然後又是一些過門野鬼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呢他們不會有特定的門神護法來護持這些廟宇 那我們除了如果看門神看不出來看主神 我們也沒有辦法分辨 那我們可以從廟門的對聯來看 對聯的第一個字 通常就是這個殲廟主神的聖號前面兩個字 像是這個是我們學校後面 士林福德宮的對聯 那上面第一個字就寫著福德 就是我們福德正神的稱號前面兩個字 那有些廟他們除了門神護法 他們還標有神將 神將通常是在神明初旬時 站在神教前面幫神明開錄的 那他們的作用非常多 他們除了也是護法 他們也有開錄的作用 因為通常一場廟會大家都非常的擁擠 那神將他的手臂會揮舞 可以幫助後面的主神順利的到紅潭現場 來做參拜的動作 那旁邊左右兩張圖是我們慈仙宮的護法神 就有謝帆將軍跟千利人 順風人 那這些護法神都是配合主神下去設置的 那是慈仙宮所奉似的主神是天上聖魔 所以他設有的神將也是千利也順風兒 那中間這張圖呢是謝帆將軍要幫後面的主神開錄 讓他能夠更順利的進到紅潭做參拜的動作 再來我們分辨完這間廟是陰廟或是陽廟 我們就要進到廟裡來參拜 那我們進去其實也有一定的禮儀 我們要從龍門進去虎門出來 我們只要變一個簡單的口訣 龍門進虎門出大門絕對不要走 那有些廟的龍門虎門會有石雕 那有些廟更貼心怕信眾走錯 直接貼上紙條寫在這邊是龍門虎門 然後讓大家能夠更方便的進出 那中間是神在走的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走的 所以中間的大門絕對不要跨越 那現在的大廟都有設有門檻 讓大家不要從大門進來 再來我們到廟宇除了祈求 我們也可以欣賞廟中的一些文物 那台灣最常見的文物有 木雕 石雕 焦紫桃 那木雕的部分 像慈賢宮的牆上就雕有 讓出媽祖的娘在收服輕一眼 順風兒兩位將軍使的故事 那旁邊的是慈賢宮的石雕 那他刻有當時進獻的時代 是昭和時期 我們可以想像一百年前我們的祖先 他們是無核的工法 能夠讓這塊石頭保持的那麼久 那上面也留有我們的仙祖 給我們後輩的期望 或是想要提醒我們的事 再來通常大廟都會有焦紫桃 大家應該常常看到 但是卻忽略了它 它通常在廟的 那這些雕刻都是非常精緻的 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龍 鳳 然後山仙 葫蘆獸 希望大家都可以仔細的去欣賞 再來木雕的部分還有神像 每間廟都會屬於 都屬於自己的神像 每尊神像都有不同的歷史故事 像台灣早期到現在 都會有很多派別 像是我們福州的手法 跟全宗的手法就是非常不同 那還有這尊神像的神韵 也是當初雕刻師傅在構思 想表達給大家的想法 我們都可以仔細的去觀察欣賞 再來我們到廟裡就要開始 準備要祈求拜拜 那我們到廟裡之前 記得要帶一份貢品 讓主神享用 那也希望主神能夠保留你平安健康 那通常我們會備有三生四果 三生就是三種生理 那我們常見的有雞 豬 魚 三種肉類 那再來四果 大家常常誤會是四種水果 或是四顆水果 其實都不是 四果指的是四季都有的新鮮水果 那我們拜拜盡量以單數為主 一三五 那雙數是算陰數 所以呢我們通常不會準備雙數的水果 那現在人比較繁忙 準備三生或是水果 都比較麻煩 那所以我們都會帶一些餅乾糖果 到廟裡給神明講用 那我們放完貢品 就是要準備拜拜人 那我們拜拜除了 訴說自己想祈求的事情 大家記得也要頂報好 自己的一些基本資料 讓神明更方便可以幫助你協助你 那我們基本資料有 先是泄泄 住址 那這些都非常重要 除了主神可以更方便的了解你以外 他也可以 假如晚上的時候 可能你需要幫助他也可以到那邊巡查幫助你 再來我們禀拜完就是準備要燒金子了 燒金子錢 記得先把金子拿起來 跟主神訴說 希望你今天祈求的事情 一切都能圓滿順利 那再來就是要燒金子 將這些金子送到天上 那讓這些兵將可以收到這些天界的紙錢 讓他們可以更方便的幫助你 那再來是我的指導老師 愛明倫 明倫哥 她是大西鳳三寺廣澤宮的公主 同時也是一位歌手 曾經得過星光大道的第一名 那 她對台灣的了解 非常多 那我的一些台灣傳統文化的知識 如果有不懂的 都會回到公里去請教她 那她都會以口述的方式傳達給我 那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結束 還有 我們圖書館有兩本要推薦的書 一本是拜拜的男友那麼難 還有圖解台灣神明圖解 這對台灣的一些信仰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了解 那今天的演講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